各位好,我是彭惠珊 港股經過上星期五出現超過1000點的下跌之後 星期一就跟回外圍出現472點的反彈 但是反彈力度不算太強 主要都相信市場仍然在擔心美國10年期的整體息率 會有機會再次向上挑戰1.5厘這個水平 如果息率再度向上上升的話 很可能都會令到港股在短期的反彈不能夠持續 亦因此因素令到全日來講 成交額只剩下2,09億 比起在之前來說 超過3,000億的成交是明顯少了 不過看回這一陣的反彈來講 恆子的確整體升勢未足以確認到 這一陣的回調幅度是足夠的 因為都看到 整個恆子在反彈當中 20天線這個水平 也就是保力加通道的宗族 未能夠叫做企穩 加上在短期裏面 整個市出現的下跌裂口 亦似乎未有能力完全是保回的 加上今天來講 雖然指數是升得比較多 但是相比起上星期的下跌幅度 這個反彈就不算是一個很大的反彈 起碼上星期五的跌幅 一半仍未能夠收復 以現在看回指數 最重要仍然看看可不可以升穿20天線 如果20天線這個水平 是可以收復的話 後市的走勢才會有機會好轉 否則的話 整個市在經過上星期的下跌 之後的話 很可能都會認證到一個 叫做短期見頂的走勢 並且以9月份的低位反彈上來 整個的升幅 計算是38.2% 作為一個回調目標 就可能會有機會 向著28,100點這個水平進發